大家好,我是姬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姬儿爱分享 去过西藏吗?在青海骑过牦牛吗? 没时间出国,没关系 那我们先来尝尝正宗的西藏料理吧 影片开始前呢,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登登!谢谢各位 天安吉祥,打开启小铃铛 祝你们,到了 羊肉看锅一上桌,就闻到一阵铺鼻的香气 铁锅里呢,鲜杂厚炖的羊肉块 经过了油泡外酥内软 再配上藏人的香料 孜然胡椒花椒五香 小麻小辣,鲜香而不三 再配上满满的红椒,青椒,洋葱,土豆,跟香菜等等 这样澎湃的配料,映称出藏人的布局小结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气度 青椒面的口感呢,非常的有嚼劲 和外省的刀香面相比呢,多了些许的韧性与弹性哦 羊肉锅呢,整个分量十足 再加上青椒面呢,整个就是满足感爆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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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锅呢真的非常的超值 适合二至三人吃 推荐必点哦 赞 是淋上去还沾 可以先吃原味 哦 了解 谢谢 真心不片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大排 羊皮连着肋骨烤至焦脆却不干涩 肉厚处呢肥而不腻口 羊油嫩滑 溅润着骨与肉 在嘴里呢越绝越香 有别于一般的炙烤羊排的油腻厚重感 越吃呢越感觉到清甜 这样的一份羊大排配上啤酒 慢慢追剧呢 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掉一盘 可能还觉得不够哦 嗯 三酱比较好吃 嗯 三酱比较好吃 嗯 三酱比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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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次吃 三酱比较好吃 三酱比较好吃 一酱比较好吃 三酱比较好吃 所以这个是在这次 哦 所以这个是在这次 那个是在这次 都是在这次 输油茶夹咸巴 是藏人民族呢 最常吃的传统主食之一 在藏羽的意思是代表炒面 但其实是将青柯洗干净晾干 炒熟后再磨成面粉 然后呢里面放入青柯粉 酥油 曲拉 糖 酥油茶 或者是青柯酒 以手指在碗中搅拌 并转动手中的碗 以手指紧贴碗边 将炒面压入茶水中 待炒面 茶水和酥油搅匀之后呢 在用手 捏成团即可食用 咱巴的体积不大 所以非常适合油木明竹 携带跟储存 咱巴的口感 酥软香甜 富含脂肪 蛋白质跟糖分 营养丰富 提供食用者充足的热量 能够达到预寒的效果 至于酥油呢 则是由牦牛乳提炼而成的一种油脂 听老板说 100公斤的毛牛乳呢 只能够取用1公斤的油脂呢 而这个酥油茶也是葬名的日常饮料哦 酥油茶呢 有分甜跟咸的口味 奶香味十分的浓郁 就像我们平常喝的甜豆浆和咸豆这样一样 咸甜呢 各有所好 酥油的味道非常的独特 颜色成乳黄色 略有点稠 不透明 要趁热去喝哦 奶茶呢 出烟入口 有一股陌生的奶香味蔓延 逐渐才会品得到茶香 感觉非常有趣 咸酥奶跟甜酥奶呢 我个人推荐呢 咸的可以先品尝看看 因为有别于一般奶茶的甜腻感 再配上沾巴呢 感受到舌尖上的荒烟大漠 碧海蓝天 要一人先吃一条啊 我的一条很长啊 没关系啊 它有八条啊 没有 这没有八条 拿来这个八条 算了 我拿来这个小的 你看有没有小的 你看它每一条 烤羊肉串和牛肉串呢 是还不错吃 但是小口小口的 让我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相比之下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过 或者是羊大牌 你知道那种嘴里塞满 肉块的幸福感啊 真的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 小确幸呢 刚刚我们在影片上面看到的是转经筒 又叫做祈祷筒 转经筒呢 是在藏传佛教寺院周围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经伦筒 经伦上呢 通常都刻有六字箴言 筒内装满经典 依据藏传佛教的教证来说呢 反转动经伦一筒呢 等于诵读了一遍的内脏经文 值得注意的是呢 转经筒一般为顺时针方向转动哦 听说粉的转会带来厄运哦 菜肯定了 西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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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介绍 现在了吗 好来来来 有鱼啦 没有鱼 一湖那么大 一个湖都比台湾三个大 有的有吃 有的没吃 我们来麦 来介绍哦 他们高原三餐主食 沾八酥油炒 那酥油是毛扭的来打成酥油 那酥油是青柯炒过之后捏成条状 沾着酥油炒喝 那藏文锅是西藏的花炒 这叫山丹炒锅啦 它的意思就是会只锅来锅去拉巧 不是夹起来那不是拉巧 它是羊肉脂羊肚 锅那么大 它是干锅 我卖的最好是羊排炭锅 它的香气会熏醉你的胃 此生必吃 最重口味是大盘鸡 非常好吃 那最清淡的是海鲜炭锅 这是台湾原化的 本来是没有的 那羊拐鸡是羊肉跟羊鸡 非常的嫩 菜单上面是烤的 青江羊肉串牛肉串 它右边是烤素食的 也有素食炭锅 那每锅都可以加这个青柯皮袋面 又宽又长的面 断菜所有的锅底比较好吃 还有土火锅 哦好 到去吃了 明天吃了 谢谢老板 等一下 有一天 无量的超越大 这也不是好像做点 你们拿来做的吗 啊对 无数了 你找不开 美好的 好 你出来了 5个 空白 3个 3个 4个 很美好的 1个 2个 4个 5个 然後其他人也讓我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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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然後結局有耐心 大家還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支持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去哪呢?